生命纪三十章十一节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守诫命 上帝给我们的诫命 那么在生命纪三十章十一节里面 有一些很需要注意的一些教导 第一个神对以色列人说的重点在 今日 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不是耶和华吩咐的那一天了 但他在这里说 今日我吩咐你的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告诉我们 上帝的诫命永远有效 好像今天刚颁布一样 不会过时 不会落伍 那么这是甚至到永恒里面 都会要遵守的 神不会废掉他的律法 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里面说 耶稣说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化也不能废去 不但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现在没有废去 但是现在常常被违反 那么有一天 或者说耶稣所做的工作 就是把这律法完全都成全了 好 律法 诫命 通通都要成全 做对的 要做对到永远 做错的 要受刑罚到永远 那么做错的不是重点 做对的是 耶稣让所有的律法 都能够完美的执行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 这段话讲 诫命的第二个重点 是诫命离我们不远 不是在天上 你不必到天上去取诫命下来 也不是在海外 你不必飘洋过海取过来 不必向南方女王 从地极而来 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 那么下面就是 我们可以想一下的 这个世界上 好的法典 法则 宝贵的 是要去取的 是要甚至很多时候 要偷的 那么听说像 可口可乐的法则 可口可乐的formula 那就是高度的机密 那么我想 现在商业机密 也常常成为一些 你真我夺的东西 我们怎么得到 一个商业的机密 让一个产品能够抢 抢到市场 那其实重点还是说 我有没有一套东西 一套法则 用了就很棒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我们常常听到有人 包括我们的孔子 走遍各地 在说我这里有一套 最好的东西 那有一个很 很动人 但是也很遗憾的事就是 可能我觉得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一个最有心要去取 找美好的法则 然后行了大有效的 大有益处的 就是唐真取经 那唐真到印度去取经 实际上所碰到的困难 其实比西游记里面的 要困难得多 我也不知道 要怎么说这件事情 就他的精神 一个人走过那个沙漠 你想一想看 你晚上一个人走过这个 大安森林公园都不容易 何况要走过沙漠 那么多恐怖的东西 其实不是妖魔鬼盖 就是那些气候 那些变化 那不可思议的 我们今天要到 台湾没有什么沙漠 你到什么死谷去玩一玩看 那走几个钟头都受不了 他怎么就有这一股毅力去 取经 那当然难过的是 取的是魔鬼的经 取的是害了我们中国的经 但是这个精神很可配 要到西方去取经 这个世界唯一真正正确 美好的东西 不需要你去西方取 不需要你去天上取 在天堂 不需要不需要 也不需要你到地狱去取 也不在地狱 也不像我们中国历史上 我刚刚说有 有好几次 一个国家要强 一个社会要强 就需要有一个好的法则 所以商鞅要变化 王安石要变化 今年是戊序年 一百二十年前 一百二十年前 有戊序变化 在俄国 他们也曾经在历史上 有过 有一些领袖 特别像彼得大帝 觉得我们太落后了 我们落后 因为我们的治理的法规不对 我们要到西方来取 取经 也许这些有点男生喜欢听 女生其实也有她的各种不同的法则 戒命 经典 食谱是一个 那么减肥 还有保持美容的一些法则 也有 就是大家都希望找到一些法则 法则和一些生活的规矩 使我们能够活得好 上帝对以色列人说 我给你们的法则 给你们的诫命 永远有效 不会过时 不会很远 在哪里呢 就在你的口里 就在你的心里 或者说 我们从历史上来讲 在西乃山底下 不是摩西搭了一个天梯 爬到天上去找的 是上帝从天上下来 在西乃山告诉以色列人 赐给以色列人的 当以色列人有这个诫命 有这个律法以后 生命纪四章六节说 外邦人听见这一切律例 必说 以色列人真是有智慧 有聪明 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 典章 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 所承明的这一切律法呢 反正大家都在交谈的时候 来往的时候 我们会交换一些心得 康师母常常跟人家交换的 就是做菜的心得 你那个火一定要开到 什么什么时候才能起锅 那么还有种菜的 也是法则 或者种花的法则 你要让它的日照 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 那么这都很有趣 那么如果你喜欢 你的花园很漂亮的话 或者你的阳台很漂亮的话 你要有一套好的养花的法则 其他每件事都是 包括养育儿女等等 那有的时候有所谓的秘方 我刚刚讲过了 像可口可乐到现在还是秘方 那么有的呢 公开它的秘方 耶和华说 对以色列人说 你们是最有福的一个族 任何民族到你们这里来 一听到你们治国的法则 你们的宪法 你们的根本大法是这个 太棒了 我刚刚已经举了很多的例子 我自己还是忍不住在说 我们清朝末年的时候 变法也是 满心就是派人到各国去 学习法 让这个变法 才能够维新 上帝说 你们要怎么生活 生活的好 而且是永远的好 这个话 离你圣经 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可以遵行 这是生命记讲的 不过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 上帝对他所有的百姓 就包括我们 都有这样的恩典 我们承认 我们没有实戒 我们承认 我们没有旧约 其他以色列以外的 所有民族都没有 但是上帝的那个宝贵的律法 遵行了让我们活得 美好的律法 圣经上说 外邦人也有 我们中国人也有 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是顺着本性 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显出律法的功用 磕在他们心里 我深深相信这一点 虽然我们念社会学的 完全否定这一点 就是我相信 人不管哪个时代 哪一个民族 哪一个文化 不管有多大的差异 只要你是人 基本的一些法则 是一样的 不会不一样 我们东西之间 有很多的差异 我们的艺术观点 文化观点 我们的绘画音乐 有很多的不一样 但是道德的原则 是一样的 有很多人会说 包括社会学 还有人类学家 说不一样 但基本上是一样的 即使有罪恶 即使有无知 即使有很多的改变 我相信圣经讲 神把律法的功用 写在人的心里 就是在人的心里 即使一个小孩子 从小在贼窝里长大 从小爸爸就教他 怎么偷东西 以偷东西为荣 当别人偷了他的东西的时候 他还是会很生气的 因为那个律法的原则 写在人的心里 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这些都有一些争议 不过我们就不去讨论它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不难反驳 这一段话里面 最难懂的 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 是我今日吩咐你的 不是你难行的 很容易的 非常容易行 不难行 这句话呢 在约翰一书五章三节也讲过 他的戒命 不是难守的 这观点 跟我们的观点完全不一样 我们觉得 守上帝的律法 好难哦 违反上帝的律法 好容易哦 戒命难守 戒 就是不可以做的事 命 就是该做的事 不可以做的事 我们好想做 好容易做 该做的事 我们好容易不做 就是他怎么会说 不难行 守戒命是不难的 好 我们看一看 既然我们看的经文 是在生命纪 我就会从生命纪里来看 十戒 跟各位来分析一下 戒命容不容易守 我的答案一定是容易守 因为圣经这样讲的 但我的答案一定也是难守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 共同这种经验 各位不必看 听我讲就可以 在生命纪第五章 耶和华颁布了十条戒命 戒命的第一条 五章七节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是戒命的第一条 戒命的每一条 除了孝敬父母那一条 那应该是第五条 除了那一条以外 每一条都有个特点 都是不可以 第一条就是 不可以有别的神 那么各位 你不可以做一件事 可能是很容易的 你不可以有别的神 我想简直是容易极了 什么叫不可以有神呢 如果有神 你要敬拜他 你要侍奉他 你要爱他 去有一个神 很不容易 因为要做很多服侍他的事 敬拜他的事 没有神 很容易 各位就好像养家一样 要养家 养一个家 很困难 不要养一个家 被人养 这很容易 没有神太容易了 我不必帮你做什么事 不必侍奉你 不必供敬你 不必尽心尽心尽力地爱你 我不必爱 我不必爱一位神 那么第一条介面 还不是说不必爱神 说不可以有别的神 那我们有没有 耶和华先放在一边 他的重点是 不可以有别的神 你不可以有别的女人 这就跟在伊甸园的时候 亚当要不犯淫乱的罪 实在太容易了 因为没有别的女人 你要我们 耶和华说不可以有别的神 这条诫命很容易 很容易遵守吗 我连耶和华都不想 好好地把他当神来拜了 何况别的神呢 我星期天来做礼拜 都已经很辛苦了 还要周间去拜 别的妈祖关公吗 那么 没有神 不要有神 好像不太困难 这个很容易遵守 第二条阶命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 水底 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不要雕刻偶像哦 不可以哦 太简单了 你叫我雕刻偶像 还很困难 叫我不要雕刻 很简单 我还不想雕刻了 不要侍奉这些偶像 不要跪拜这些偶像 因为我从小在一个不信偶像的家里长大的 所以没有这层麻烦 没有什么要去帮偶像擦的 烧香的 买东西的都不需要 不要雕刻偶像 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 太容易做了 事实上我赶快把答案讲 十戒实在是非常容易做 其中有九戒是你不可以做这些事 你不要做这些事 那么 所以我觉得十戒是 一块石头都可以遵守的 因为他也不会说坏话 也不会说脏话 也不会做坏事 石头也不会犯坚硬 他什么都不会做 那我就想想看 对不起不是笑你们当中的年轻人 很多年轻人天天都在遵守十戒 因为他什么都不做 开玩笑 请不要生气 虽然这不是十戒里的一条 好 不可以雕刻偶像 不可以侍奉偶像 那么 我们连真神都不想侍奉 还侍奉什么假神偶像 第三条诫命 不可望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不可以随便叫神的名 这条诫命 在西方来讲 简单的讲就是 不可以用那 profanity或curse word 好像我这样学 这是不应该的 不过我就这样学 Jesus 这不可以讲 这你乱叫神的名 你叫一叫神的名 神的名随便你乱叫的 叫来了你就糟糕了 不可望称耶和华的名 在西方就是不要用神的名来 发誓啊 赌咒啊或者骂人 如果我们讲的和圣经一点 不可望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就是你在祷告神的时候 要恭敬 不要乱说主啊 父啊怎么样 你要很恭敬 这个诫命也很好守耶 为什么很好守 祷告的时候 不要乱用神的名 那本人根本不祷告 就不会犯这个错了嘛 所以不可望称 我没有望称 我从来没有望称 我常常 我从来都是忘记神了 所以没有违反他的诫命 好第四条诫命 是诫命里面最长的一条 当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 守安息日 那么安息日就是七日的 七日里面的一天 这一天呢 你和你的儿女 扑婢牛驴牲畜 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什么事都不可做 哎呀 又开个玩笑 我看很多人 天天都在守安息日 很多时候 我们看我们的儿女 天天都在床上守安息日 不只是七日的一日 对不起 这还是开玩笑的 请不要生气 安息日 不可以做工 不可以做事 我们的困难是 叫我做工 我还不想做 所以我们守安息日 可以守得很好 第五条诫命 就是孝顺父母 当造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地上 得以长久 这是世界里唯一一条 要你做的事 但是这条诫命 可能也不是那么难了解 那么难执行 注意我们是说 要这里翻译的是孝敬父母 有人说英文里面 还有希伯来文 希腊文里面 都缺少我们中文这个孝字 那么英文里面和希伯来文里面 孝敬父母那个字 其实就是尊重父母 honor your parents 跟我们讲到的听命 孝顺 奉养 都还有一点距离 那么honor your parents 对你的父母要恭敬 那不管是我们中国人的孝顺 或者是西方人的 这里讲的孝敬 那么对我们的天性 来讲 应该也不是太难的事 有的人比较孝顺一点 有的人没有那么孝顺 我自己感觉女性 通常都比较孝顺一点 我的岳父母都过世了 那么过世一段时间 他们也都是高寿 我太太 常常跟我说 我昨天又梦见她了 我常常讲着讲着 就跟爸爸妈妈讲起话来了 每天都是这样 没有什么减少的 很有感情 那么 所以这是一个天性 我们是父母养的 我们是父母怜心的 那么尤其是女生 对父母的孝敬 恐怕也不是太难的事 下面第七条诫命 又是不可了 不可杀人 太容易遵守了 我们这每个人都遵守了 同样的 叫你去杀人 这个命令太难了 叫你不要杀人 太容易做了 我们也看过很多 这一类的电影 包括在战场上 一个新兵要开枪杀人 好像那第一枪 是非常难的 不太能够开枪杀人 不可杀人 不可兼营 对不起 我实在就不想多分析它 因为这个话题太尴尬了 不过 我们也要想到说 以现在的这么放纵的风气里面 我们要犯淫乱的罪 那个罪行 实在还是不那么容易 如果不可兼营 就是不要有行动的话 那就是不要有行动 也应该很容易遵守 不可偷盗 很简单 各位今天叫你去偷东西 偷别人家的东西 很难 很容易被抓到了 偷盗很困难的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我们有那么多闲工夫 做假见证陷害人 在法院里面编一个故事 说他做了什么样 什么样的错误吗 我们大概也没有 这样的闲工夫 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 田地 扑壁 牛驴 并他一切所有的 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 这可能是十条戒命里面 唯一一条在旧约里面 是讲到你的心态 杀人 偷东西 强奸 都不是心态 是你的行动 贪恋是心态 不可以去贪恋 别人的东西 那所以这条能不能够遵守 容不容易遵守 我想也是那个贪恋 有多长的时间吗 偶尔贪恋一下 可能的 但是如果贪恋 把它了解的正面一点 我的邻居 把客厅布置的好漂亮 我好喜欢坐一下 他的沙发 那么如果这个不算贪恋的话 我们很多的贪恋 我们很多时候 都没有犯贪恋这个罪 我们只是欣赏一些好的东西 并没有犯罪 好我讲这个就是 这十条戒命 看起来不难遵守 就不要去犯就好了 要去遵守的那条 就是我们需要孝敬父母 这个不怎么难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这么难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刚刚讲的 当然是 有一半是玩笑话 有一半是认真的 有一半是认真的 就是我们的确做 不必 不可犯这些罪 我们不会很主动 积极地去杀人放火 那个不开玩笑的就是 十戒绝对不是说 不杀人 不奸淫 不偷盗而已 我刚刚引到的 约翰一书讲的话 耶稣也讲的话 十戒 其实只有两戒 而且都是正面的 十戒的前面四戒 对上帝 除我以外 不可以有别的神 不可以雕刻偶像 不可以侍奉偶像 不可以忘称神的名字 要守安息日 这四个戒命 都化成一条 就是要爱神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 尽以爱主你的神 你要爱神 后面的六戒 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陷害别人 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 也只有一条 就是你要爱他们 你不偷他们的东西 还不够 你要爱他们 或者不偷他们的东西 不是不拿他的东西而已 而是把他 当得的东西给他 你不偷老板的公司的东西 这没有什么稀奇 你没有偷他的东西 是你把他当得的东西给他 你对你的老板 对你的公司 是不是尽心尽力地服侍他 或者你是不是爱他 这我们好像就觉得很多的困难了 但是圣经里仍然是说 不难行 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难行 我们今天这么难行 这些美好的事情 我们行不来 不愿意行 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 这矛盾的现象呢 在罗马书第八章讲的 为什么我们会犯罪 为什么我们不想遵守律法 为什么神叫我们不要做的 我们想要去做 要我们去做的 我们不去做 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以后 讲到一件事情 上帝颁布律法 是要我们遵行 我们遵行 或者我们避免不去行 谁去遵行 谁去不遵行 就是你 而这个你 不是只是在概念上的 这个你是你的身体 而用合本的翻译 就是你的肉体 律法是叫肉体去遵守的 如同我们开车到哪个地方 是叫那部车子到那个地方的 不是心灵到那里神游一下 是车子去的 你要遵守 你要遵守律法 不是一个概念 也不是一个口号 是我们都常常会说的 是你要身体力行的 罗马书八章三节说 律法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好像我们坐的车子出了问题了 以至于这个车子 你要它开到目的地 本来目标是要这个车子 把人载到那个目的地去的 可是这个车子出了问题了 这个车子的肉体 不是肉体 机械体出了问题了 这个车子的 我们比如说任何一个地方 比如说水箱出了问题 以至于它本来可以开一天一夜 都没问题的 开三天三夜都没有问题的 一个好车子是可以这样做 你们在美国有的时候 越州的时候就是这样 开三天三夜 它根本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它水箱出了问题 开三分钟就开始冒烟了 本来要你执行的一件事 因为你本身的结构出了问题 就不能执行了 现在我们的身体出问题了 律法因为肉体而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那么律法怎么样才能行呢 我的身体 要神创造我这个身体 造我这个身体 然后颁布律法 要我这个身体做出 好吗 我就说孝顺父母的行动 要我做出来 可是 我这个身体现在出问题了 问题出在哪里 各位我们的身体出在 问题出在哪里 在圣经里面 我们身体的问题 并不是出在肉体的本身 我们的身体的问题 并不是出在你的肠胃 不是出在你的心肺 也不是出在你的性器官 也不是出在 甚至不是舌头 虽然雅各苏好像这样讲 我们身体的问题 出在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心智 我们的心灵好像败坏了 败坏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的心灵不能控制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控制了我们的心灵 这是很矛盾的事情 但是很真实的 我饿了想吃 天经地义不是罪恶 我常常讲 我饿 我会饿 我饿了想吃 我越饿越想吃 当我很饿的时候 有很好吃的东西 给我吃到了 我很快乐 这不仅是饿了想吃 不仅是天经地义的事 饿了想吃 是我快乐的来源 如果我不仅饿了想吃 而且吃了 吃到了我想吃的东西 很快乐 不好意思说的 但各位你可以类比的 就是性也是这样 我有这个需求 很痛苦 当这个痛苦得到满足 很快乐 问题是 我们现在的肉体 控制了我们的情欲 控制了我们的心思 也不去遵守上帝的话 我们在吃的事上 信的事上 都已经远远超过 我们意志能够控制的 我们想要的 为所欲为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吃东西想要 all you can eat 吃到饱 我们不想吃到八分饱 七分饱 我们不想多吃蔬菜水果 哎呦 我有一段时间真是 心里转不过来的时候 我真是觉得 我太太的健康食谱 是叫人很痛苦的 他吃饭的时候 讲话 总是叫我很痛苦的 因为总有一些健康原则 我刚要下块 他就会说 要先吃蛋白质 我吃东西要快乐 我不要管蛋白质 不蛋白质 那么 我吃得很快 马上要吃点心了 我们最好晚上开始 不吃甜点 就是 我发现在吃的事上 我想在信 在每件事上 我们都很自然的 这是人堕落的一个罪信 就是那个东西控制了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 那个东西控制我们 叫我们总是随着它去做 罗马书第八章四节 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我们的身体是好的 是上帝造的 是奇妙的 但是这个身体要听我们的意志 而我们的意志 要听上帝的道 原来是这样 现在我们的身体 不听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意志 也不听上帝的话 这个叫卖给罪了 我们是罪的奴仆 第五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什么叫随从肉体的人 随从肉体的人 就是后面讲的 让肉体来决定你一切的 体贴那个字 我觉得翻得很好 不过原来的意思是思维 就是一个随从肉体的人 天天都是想到肉体所需要的 我们男生 现在希望不是这样 但在年轻的时候 我看过有这样的笑话 两个男孩子在那里讲话 青春期的 一个说 我刚刚看一个报告 他说青春期的男生 只要清醒的时候 90%都在想那档子事 哇 好可怕 另外一位男生说 这个报告真的好可怕 我不知道 那个接受调查的人 其他的10%在想什么 有笑的人就听懂我在讲什么 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我们怎么都在想这些事 我们怎么都在想 不该想的事 我们被他控制了 而该想的不去想 不要讲难听的 我在小的时候 我想这不是规矩 但是举例子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第一个想看的东西 就是中央日报的复刊 沃隆生写的《玉拆盟》 我第一个想看的就是那个 抢的看的也是那个 我从来没有人教我 去看《玉拆盟》 武家小说 我天天听到的 父母的主持学老师的 属灵长辈就 早上起来就看圣经 一直到今天 我还没有主动积极的 我的肉体就想去看圣经的 没有 我们人的堕落到一个地步就是 肉体来决定我们的一切 那么 以至于我们在台湾 也可以听得到 西方也可以听到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不要对自己太坏嘛 只要我喜欢 那个我就是我的肉体的需要 各位本来这是天经地义的 很好的事 但是当它变成你的主宰的时候 肉体就会控制你 控制最后的结果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保罗讲这话 我把它念完再回来解释 保罗说 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好 体贴肉体就是死 这话很严重 那我们需要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 免得我们死掉了 体贴肉体就是死 体贴肉体就是死 乍看之下 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都是苦行争 一个好的基督徒 一个好的基督徒姐妹 就应该丑一点 因为美貌是虚浮的 就应该打扮得丑一点 或者最好不要打扮 一个好一点基督徒弟兄 就应该是贫穷的 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 反正在教会里面 有一种不成文的 现在已经少很多了 但是还是有这种想法 因为肉体 因为世界是这么的不好 所以我们就应该 丑一点 苦一点 笨一点 穷一点 我们有愁美情结 愁富情结 愁财情结 我们一切都要烂一点 比较好 你看耶稣也没有 加行美容 我们看见祂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 可以叫我们羡慕的 好像这个世界上 有钱的人 美丽的人 成功的人 都是抵挡上帝的 我们可怜一点 贫穷一点 比较好 各位 这绝不是圣经的话 甚至 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它是曲解了圣经的话 什么叫做体贴肉体 并不是说 你饿了想吃是错的 也不是你渴了想吃是错的 想喝是错的 也不是你困了想睡是错的 而是你的身体 主宰了你的一切 你的欲望 主宰了你一切 而我们知道这是这个状况 我们怎么能克服这个 我们如何来克服这些 我要在世界上有人说 我们要锻炼我们坚强的意志 怎么样来克服它 我有朋友在戒烟的时候 他说我戒烟的时候 就是要把一根香烟放在我面前 然后我就看着你 我就不抽怎么样 我就不抽 然后他就把它点燃了 然后说 哇你点燃了我也不抽 然后说 我抽一口就不抽了 这类例子太多了 我们都在那种悲惨的战败当中 经历很多次 体贴肉体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不能服 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认识的事 我们有一些合情合理的要求 但是这些合情合理身体的要求 随时随地都在过戒的当中 随时随地都叫我们 捞过那个戒 让我们后悔 让我们很痛苦 这里的问题实在不是抽烟 喝酒 或者吃东西 或者性泛滥的事 不是 这里的原因是 我们在罪恶里面 不认识上帝的爱 我的答案就是 我们需要认识一件事情 我们需要认识 而且常常不断地经历这件事 就是神是爱我们的 当我们领受神对我们爱的时候 我们就会比较能够开始爱上帝 也爱上帝的律法 我举例子 当我爱上我女朋友的时候 就是康师母 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 那么谈恋爱了 爱上她的时候 你就 你被 你爱她 你也被她所爱 当然这是渐进的 不是马上就有的 当你越来越爱她 越来越被她所爱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被她来影响 所以各位爱神是很重要的 被神爱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爱了一个流氓 我是说流氓个性的人 或者你爱了一个荡妇 我是说有荡妇个性的人 你就像你所爱的人一样 我们说 你就像你所吃的 你就像你所看的 你就像你所听的 人 常常吃什么就变成什么样的人 人常常看什么就变成什么样的人 人常常听什么就变成什么样的人 敬诸者吃 敬末者黑 敬神者神 你爱的 你喜欢的对象 是一个善良美好的对象 你就会越来越善良美好 我感谢主 我爱的对象 我爱的女朋友 那个时候 也是罪人了 我们都是罪人 但她真是有一些善良的事 她有一些非常善良的个性 让我喜欢像她那样 那我不讲那些事情 我讲两件事情 我 女朋友 很喜欢古典音乐 这我并不说 喜欢古典音乐就多么棒 但她喜欢古典音乐 她喜欢听 我就也开始 爱的对象 我们就开始运动了 什么呢 我们 后来她怀孕了 怀孕我们做产检 那么医生就 当然这些大家都听过很多遍了 对胎儿好 对母亲好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母亲要有适当的运动 那么对孕妇最适当的运动 就是散散步 于是你就在那个社区看到 每天傍晚的时候 有一个没有肚子 我那时候没有肚子的男人 陪着一个有肚子的女人 在那里散步 我们并不喜欢运动 但是我们有一个爱的对象 我们爱我们腹中的胎儿 当人说 这样对她是好的时候 我们就去做这些事 我们做这些事 可能本来肉体并不是很喜欢 但是因为这是一件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爱那个胎儿 我们就越来越愿意做这个事情 吃也是这样 我太太不喜欢吃卤制品 她不喜欢在美国的时候 她不喜欢吃这些dairy product 什么起司 她都嫌臭 医生说 多吃这些 对胎儿非常好 哇 你就看她狼吞虎咽地吃起司 当然这夸大一点 你有一个爱的对象 你有一个被爱的经验 如果那个人 那个东西 那位神是美善的 会让你慢慢摆脱肉体的牵绊 我自己也还想到一件事情 在美国的时候有院子 有院子 我一点都不喜欢 因为要捡草 捡草很辛苦 晒太阳很不舒服 我能够拖一天就拖一天 但是 我太太非常喜欢草地 很平很好看 那么 如果我爱她 有的时候 心里不太高兴 不够爱她 就不想请捡草 如果我有这个爱在心里的时候 我就会为她捡草 有一次我太太回台湾 回去的时间比较长 那么她 隔一天要回来了 我很想念她 太太要回来了 我就把那个草地 捡得非常的漂亮 我在捡的时候 一样是被太阳晒 一样是汗流浃背 可是一面捡 一面吹口哨 很快乐 为什么 同样在捡草 为什么这个时候很快乐 没有爱的时候就不快乐 因为神的爱 神给我们的爱 能够让我们胜过 肉体的软弱 但是那个前提还是 我们需要认识上帝的爱 一个属肉体的人 就是让你的肉身的喜好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 控制了你 第九节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 那还是属圣灵了 人若没有基督的灵 就不是属基督的 我们需要求神 帮助我们每个人 我们常常重温 上帝对我们的爱 我们常常向神张口 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 让我知道你在十字架上 所做的 让我知道你这一生 对我这一生 所做的安排是美好的 你常常经历过这些事 当然这真是需要神灵敏 说起来如果不是圣灵 我们只是重复口号 教条的话会很烦艳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 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下 让上帝的爱 十字架上的爱 为我们舍己的爱 给我们生命的爱 常常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被这样的爱感动 我们也去操练 就越来越喜乐了 各位 上帝的爱 一定需要操练的 而且那个爱 那种舍命的爱 常常的确是经历 肉体的痛苦 不是说我们是苦行争 我们从来不用 苦行争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我们是领受上帝 对我们的爱 领受上帝对我们爱 但是我们需要对付肉体 所以认识神对你的爱 常常求圣灵充满你 也在生活中做一些操练 做一些对付 这个是每一个年龄层的人 都需要做到的 都需要去学习的 都需要求神怜悯的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祷告 天父 谢谢你 实在是爱我们 谢谢你 让我们 有这个受造的肉体 让我们得以吃 得以喝 得以温饱 会不舒服 也会舒服和快乐 我们求你 让我们这个肉体 我们的欲望 都能够在你圣灵的 重生之下 日日更新 在你话语的喂养之下 日日茁壮 也在被你修剪和我们的 锻炼当中 操练当中 日日开花结果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感谢主